我们要投放一个好的广告 我们最基本都要知道整个投放Facebook IG 广告 背后结构流程究竟是怎样的 这段影片我会用最浅白的方式和大家一次过去讲解 大家好,我是创业社的明 这个频道最主要是和大家分享一些创业的资讯 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就快点去订阅我们 还有记得打开旁边的小铃铛 这段影片就会和大家去讲Facebook IG 投放广告的整个结构具体流程究竟是怎样的 我们经常听Campaign Ad Set Ad究竟是什么的 现在就会和大家讲一讲 它其实是由三个不同的层数造成的 不止Facebook是这样的 Google广告也是这样的 所以我们就会设定了我们的广告目标 之后就设定广告对象 然后第三就会设定广告内容 这里就为之三层的广告结构 也是这样去顺序投放的 现在就小说每一层究竟是什么 第一层就是广告目标 就是说你想要你这个广告达成什么的成效呢 你想别人看到你这个广告之后 他去like你这个广告 还是你想那个人看完你这个广告之后去messenger你 dm你又或者你想那个人看完你这个广告 然后click入你的网站之后买你的东西 这个就是广告目标 就是你想这个广告有什么成效 第二层就是广告对象 广告对象就是什么呢 就是你投放广告的对象 简单来说 那你投放给什么人呢 究竟你是想投放给女生 还是男生 还是男女 还是中年妇女 或者用兴趣去投放 喜欢运动的人 或者是喜欢宠物的人 这样 这一层我们主要就是设定我们的广告对象 究竟我们的广告要对象什么人去投放 然后第三层就是广告内容 广告内容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exactly在我们的IG 或者Facebook见到的广告 那是一段影片 还是一张照片 还是carousel 旋转图片 你要用什么形式去呈现在你的观众面前 对应我们的Facebook究竟是什么呢 广告目标 exactly就是我们要设定的Facebook宣传活动campaign 第二层就是广告对象 就是对应我们Facebook的广告组合 adset 第三广告内容就是我们的Facebook里面的广告 那这一张图其实我是在Facebook那里 cats 第一层就是宣传活动 你要设定什么呢 就是广告目标 就是我刚才所说的 广告目标其实在Facebook我们是有11种的 你可以看到这张照片就有11种的广告目标 而我们怎样去选择什么的广告目标呢 那这一条片我们就 cover不了这么多了 那我们下一堂就会和大家详细去讲这11个的广告目标 然后教大家怎样去投放的 如果你们不想错过就记得订阅我们啦 然后广告组合 就是adset 你要设定什么呢 就是你的广告受众了 就是你要目标的什么人 除了目标的什么人呢 我们还要选择广告版位 那你可以看一下这幅图啦 其实我们除了可以选择在哪个平台去投放广告 就是你可以选择Facebook或者IG或者audient network Messenger这四种的平台去投放广告 你也可以选择平台里面的版位 例如如果我们选择Facebook我们可以选择只是投放Facebook的动态消息 如果我们选择Instagram我们可以选择投放Instagram的story 或者Instagram的探索或者Instagram的商店 那当然啦 你也可以选择Facebook、IG这两个平台去投放他们所有的版位 都可以的 完全是可以自由去选择的 所以我就跟大家说为什么我们要用广告管理员去投放 我们不用Boost Post 因为如果你用Boost Post 根本就没有那么多版位给你去选择的 然后你在这个Adset广告组合级别呢 你也可以决定广告预算 以及去设定一些排定的时间 第三层广告级别呢 就可以去设定一些广告格式 以及上升一些图片 以及影片的 那我们明白了这三层的结构呢 那我们就会知道 其实我们是可以一个Campaign下面有不同的Adset广告组合 而每一个的广告组合呢 下面呢 都可以有很多的广告 那我们呢 就可以針对不同的Adset去建立不同的广告 因为我们不同的Adset呢 是会针对不同的对象嘛 那我们针对不同的对象呢 我们就要有不同的广告去针对它了 就是说 当我现在买瑜伽衣服 如果我是Target一些年轻人的话 其实我的广告文案呢 应该就要针对那些年轻人去制作的 我们也可以建立很多广告 去测试我们哪个广告呢 是最适合哪一个广告组合呢 哪一组的受众 因为我们呢 是可以在广告管理员的后台去看 我们每一个广告的成效的 那举个例子 那我当我现在玩了一个宣传活动 Campaign 就带来30张单的 那我就有两个Adset Adset1就带来25张单 Adset2就带来5张单 而我每一个Adset都有3个广告的 那我Adset1呢 其实是带来25张单 其实有20张单 都是来自于广告1的 这样我就可以知道 原来我Adset1是表现得好 以及我的广告1的表现 都相对比广告2和广告3好 所以我们就可以利用这个架构 去测试我们哪一个广告的成效是最好 而这个测试的步骤 其实是所有下广告的人 都必须要做的一个步骤 就算一些经验很丰富的市场 他们都需要去测试广告的 只不过测试的时间 但比我们新手来说 他会比较快很多 因为也是那句 你要知道 看你广告背后的人 其实真的是一个人 而不是一个机器 所以我们就要尽量制作多一些广告 去测试你目标受众 喜欢你哪一款广告 之后就根据广告的数据 将各个广告去scale up 所以全部都不是凭直觉 不是凭你觉得 所有东西都要跟着数据去做 我也知道很多人去学广告 都想知道如何去按键 如何去设计 然后即时去投放广告出来 我非常明白大家这个感受 因为我当初都是这样的 就是别人教你这样做 你就这样做 其实可能别人的方法 未必是适合你 最后会发现 原来我一开始都没有真正去了解 如何去投放广告 其实是测试了很多钱 所以我们的影片主要 都是想大家去明白背后的理念 为先 然后真的明白了 你才去投放广告 这样就会令到你的广告 是投放得更加有效 而且可以减少试错的机会 那我们现在就有一个限时的线上广告 那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 就去下面描述栏 去记录 然后就可以参加到 那它是免费的 和你解构了整个生意的系统 究竟是怎么样 做生意其实真的不是盲摩摩的 是真的有根有根去做的 那下一堂就会教大家 如何去投放广告 那记得就订阅我们 和新鲜打开通知 如果我们有新片 就会通知你的 还有你们有问题 你们即管在留言 和我们说 我们都会回答你的 那如果你有什么私人的问题 你都可以follow我们的IG 然后inbox 去问我们 我们都会回答大家的 好啦 今堂是这么多 那如果你们真的想支持我们的话 就记得subscribe我们啦 那下一段影片见 拜拜